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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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弟兄姊妹平安 很感恩今天能夠再次和大家一起來敬拜 剛才開始的時候我知道 當中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或者朋友 身體不舒服因為天氣的問題 我的女兒病到五顏六色 所以我很明白 如果當中有弟兄姊妹病的話 在這個情況之下的確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我今天其實想和師母一起來 但是因為這個女兒病成這樣 我太太就說我還是留在家裡 要照應一下她 所以今天Betty不能夠在我們當中 希望大家能夠見諒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過去曾經發生的大事件 所以我今天會用少許的時間 來重溫某一些大事件 其中一樣就是在2001年 當911事件發生的時候 有兩種不同的即時反應 第一 就是那些人走不走 離開現場 我想大家記得當時有些片段 一出事的時候 那些人不斷走不斷離開 因為當時911事件 大家都知道 有飛機撞進去紐約的世貿大廈 那除了這一類的人走不走不走不走 離開現場 有第二類的人 是不顧安危的 衝入現場 所以成為一個很大的對比 一些人走不走 一些人不顧自己安慰 走到現場來幫忙 幫人離開現場 十年之後 在2011年 當福島核電廠發生事故的時候 因為海嘯的原因 在當時也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就是 當時的人跟大隊來疏散 而第二種是什麼人呢 第二種就是留守當死事的人 要處理核電的情況 所以在那件事件裏面 也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好了 再過十年了 就是在2021年的時候 當新冠病毒這件事件 在北美開始入到高峰期 也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第一種就是 捉不出戶來被毒 而第二種就是 挺身前線來抗毒 在不同的危難事件當中 究竟是什麼心態 令不少人不跟大隊 不跟大部分人的反應 而好像剛才我們已經舉了三個例子 不會走甲不休息離開現場 不會跟大隊疏散 以及不是捉不出戶來被毒 反而按照少數人來做事 就是不顧安危衝入現場 留守當死事 就是留守當死事 然後挺身前線來抗毒 究竟是什麼決定令他們這樣做呢 令那幫人會這樣做呢 只有一個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 謹守崗位 因為在之後有不少的interview 他們說 他們說 為甚麼你在這些危難的時間當中 你做這些事情 他們的回應都是說 這是我的本分 這是我的崗位 不是想做英雄 不是想做些什麼要突出 是因為他的本分 就是因為這樣 這小部分的人 不知不覺地成為亂世英雄 各位朋友 弟兄姊妹 同樣 當信徒面對著任何危險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都願意緊守崗位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亂世的聖徒 問題是 我們每一位信徒 憑甚麼才會令我們能夠做到緊守崗位 這種心態 今天我會用《月王記》上十九章 十八節 其實我們今天會只集中在第十八節上面 我知道剛才你們讀經是為了讀經而加多了幾節 但我今天的訊息 我會是環繞著第十九章、第十八節 一節的經文 來用這節的經文提醒我們 好見我們每一位在亂世的時候 我們怎樣藉著經文來幫助我們去堅守我們的崗位 讓我們每一位都能夠在神的眼裡是一位聖徒 有聖經的搶我們繼續翻開《列王記》上十九章十八節的經文 《列王記》上十九章十八節的經文記載是這麼說 但我在以色列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塞的 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當然如果我只是用這一節的經文的時候 可能大家當中會有一點蒙糊究竟背景是什麼 所以我會很快地來講一講這節經文的背景 讓大家知道 《喜爾尼亞先知》的時代 是一個亂世的時代 《阿蝦王》 《扶從了皇后爺世別》 《喜爾尼亞說眼中汗為戶的事》 《拜巴力》 而他們在《阿蝦王》做皇的時候 《王后爺世別》的時候 他們供養了850位的巫師 當然如果你看《聖經》的話 他們會說是先知 但如果說真的話 那些不是先知 那些是巫師 長話短說 而《伊尼亞》就和這些巫師在加密山上論劍 不是我們中國人說的華山論劍 它是加密山論劍 而將那些巫師全部處決 但是即使是這樣 之後爺世別下了獨力 要追殺伊尼亞 伊尼亞怎麼做呢 《聖經》記載它說 它竟然選擇走路 所以它當走路的時候 要搞到神直接去到他的身邊 來問他 問他什麼 你在這裡做什麼 伊尼亞於是回答這樣說 他說 我為耶穌華萬鈞之臣大發熱心 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藥 毀壞了你的痰 用刀殺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沉縮我的命 伊尼亞這位先知 靠著神的能力 在加密山打贏了850位巫師 將他們全部清掉 將他們全部殺了 但是當耶穌別這個皇后 跟她說我要你賠命 她選擇走路 而還說怎麼跟神說 他說 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 你說我怎麼做好 於是神回應伊尼亞這樣說 但我在以色中 為自己留下7000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塞 未曾與巴力屈塞 這就是這句經文之前的背景 換句話說 當面對危險的情況之下 又或者受到攻擊 又或者面對迫白的時候 伊尼亞竟然選擇走路 而不是留守崗位 說真的 當我們在這裡提一提 伊尼亞她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 除了伊尼亞 在伊尼亞之前已經有很多的前科 是神的仆人 但是沒有守住他的崗位 有些什麼人 有阿伯蘭 當她要去到埃及 而怕她的太太太太漂亮 而她會被殺 被人搶她的太太被殺 所以於是她在那時候選擇說謊 當面對一些很緊迫的情況之下 阿伯蘭選擇向法律說謊 說那個不是她的太太 那個只不過是妹妹 當面對危險的時候 受到攻擊的時候 和壓迫的時候 波西選擇發火 擊打盆石 我相信大家都會記得那件事 當面對壓力的時候 掃羅起未正式造王的時候 她選擇躲在大瓶裡 剛才說的那些全部都是舊藥的例子 那新藥有沒有什麼例子? 有 在耶穌時代的時候 也有不少 當面對危險 受到攻擊 或者受到壓迫的時候 出了問題 第一位就是施洗若漢 當她被抓了坐牢 面對很大的壓迫的時候 她竟然懷疑 究竟耶穌是不是那位利潤 當面對危險 受到攻擊和壓迫的時候 悶得選擇 不認住 所以除了以利亞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例子 無論是前科也好 或者將來發生的也好 當我們面對困難危險的時候 悶得選擇 不認住 所以除了以利亞之外 究竟我們會不會選擇說謊 究竟我們會不會選擇發火 究竟我們會不會選擇躲起來 我們會不會選擇有疑心 我們會不會雞飛狗走 甚至我們到了一個地步是不認住 究竟在我們門徒的生命裏面 當我們面對一些挑戰 一些難關的時候 我們究竟有什麼反應 我不知道大家的經歷是怎樣 不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失敗的見證 有什麼失敗的見證呢? 當我大兒子找一天跟我談的時候 他說 爸爸 我決定報你後塵 想將來給神呼召去做全職的牧師 你覺得怎麼樣? 我一聽到他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我的反應是什麼? 我跟他這樣說 不要啊 自己是一位全職牧師 兒子說要報我後塵 而我跟他講的是什麼? 我說不好啊 我說做牧師是很辛苦的 不如考慮做教會的長老 因為 在現今的世代 做教會長老還說得事了 我這樣跟我的大兒子說 誰知道我的大兒子這樣回應 他說 爸爸 我很想要全港真理 在這個亂世裡給那些美逆職神的人 我不是想玩 教會政治政治政治 所以 多謝你的提議 我不是想做教會的長老 要說得事 我是要做傳道人 把真理帶給那些未認識神的人 我一聽完之後 我很慚愧 我一直在想 原來我是什麼人 我是那些走隔不休息 離開現場的人 我是那些跟大隊疏散的人 我是那些 足不出戶來到被毒的人 我是果挺的人 而我大兒子 反為是那些 不顧安慰衝入現場的人 他是那些留守當死事的人 他是那些挺身前線抗毒的人 他就是那些在亂世裡要做聖徒的人 對我來說 我說究竟 究竟我是怎樣做一個見證給我的兒子 究竟在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我是怎樣用什麼心態 我是來跟隨神 各位朋友 弟兄姊妹 我求主來幫我們 當我記起我和我大兒子聊天的時候 我就很明白第十八節經文所說的 神好像跟我說 他說 唐牧師 你不是孤軍作戰的 我在現在的世代裡 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我很深信 我的兒子是屬於那七千人 以他的心態 以他的心態 以他所想的 他願意怎樣把將來為主擺上的時候 他就是神 已經早早預定 七千人的其中一位 而當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在那裡很慘悉 我是牧師 我以為我是那七千人 但是其實 完全不是 反而我從我大兒子身上 我看到神 將他擺在那七千人 是否太遲 對我來說是否太遲 不是 我要從我的大兒子身上去學習 而我可能不是在那七千人當中 但是我可以改變 我可以用回我兒子那種的心智 那種的心態 而我要成為那七千人當中 再加一位的人 我可能不是 但我也可以是 我要改變回我的心態 改變回我的想法 不要讓世界的東西影響了我 不要讓一些迫白的東西 讓我成為了不守崗位的神的僕人 各位朋友 弟姐妹 我不知道你們經歷了些什麼 如果你們是那七千人當中 其中有給我的感恩 我最近有機會和 和節目師談過開啟 他告訴我 當疫情過了之後 重新開放的時候 回來聚會的率幾乎是100% 為什麼幾乎是100% 原因是其中有些人回到香港 有些人去到別的地方 有些人可能要因為不同的情況 參加其他的教會 但是回歸率回來當中是100% 換句話 告訴我 你們就是那七千人的其中一位 但是如果你不覺得你自己是那七千人 隔離其中一位的時候 不要緊 我們可以成為 我們要重整自己 我們要看看神的心意 和其他人去學習 我們如何成為七千加一的位 神說我在意識人當中 神說我們在這個世代當中 在這個時代當中 為他自己留了七千人 我求主 我求主在Skywalk Bible Church裡面 每一位弟兄姊妹 是屬於那群組的人 聖經接著怎麼說 他說 是未曾向巴力屈塞的 未曾與巴力親咀的 原句話說 我們如何去identify 我們如何知道這七千人 就是我屬不屬於這七千人 在這段經文裡告訴我們 那些人是未曾向巴力屈塞的 未曾向巴力親咀的 什麼是未曾向巴力屈塞 什麼是未曾向巴力親咀的 屈塞是意思什麼 屈塞是敬拜的意思 敬拜的意思就是說 向巴力低頭 親咀的意思是什麼 親咀的意思是 就是說 跟著巴力 來到效忠巴力 跟他保持很親密的關係 那你會說 那關於我們什麼事 其實如果我們看 是未曾向巴力屈塞 或者是未曾向巴力親咀的時候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現今的信討 是未曾向這個世界屈塞 未曾向這個世界親咀 未曾向這個世界屈塞 就是說不向這個世界低頭 這七千人不向這個世界低頭 這七千人不向這個世界親咀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不會跟著這個世界的潮流 不會跟著這個世界的做法 來去 去走 這意思是背叛神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經歷 我想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經歷 在疫情期間 19年開始 那個大兒子在大學畢業 他讀biology 那他畢業之後 他就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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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他讀biology 做major的 他說我想 將來是走醫科的路線 他說 不過醫科是很大的競爭 所以我想 不是一讀就入讀醫科 而是先做護士 然後 就逐一逐一做 nurse practitioner 或者是之後 再做 doctor assistant 從這個路向 進去醫科這方面 我說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在疫情之下 要打算做護士 不好啊 很危險的 我還想了一個原因 叫他不好 這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 在那段時間裡 我還是有很嚴重的哮喘病 而我說 如果你去做護士的時候 你要接觸很多病人的時候 你回到家裡 會帶到病毒給我 我就死定了 因為我身體不行 會影響我的 我這樣跟兒子說 我的兒子 而我的兒子說 爸爸 我想清楚了 我之所以為什麼 做醫護人員的勞力 其實 是因為我想幫助他們 他們的身體的軟弱 而在當中 怎樣照顧病人的時候 我很希望幫助他們 熟靈生命找到神 而你的問題 我早早已經想好了 他說怎樣解決 他說我會住在車房 我不會入屋 然後 在這個授訓階段 他會讀這個 促成的 還是促成的 因為他有一個大學 的學位 所以他可以申請一個促成的護士的項目 他說在那裡 当初一年半就会解决了 而在这一年半里 我不踏足家里 所以我不会把病菌带进来家里 而我会住在车房 我说车房你怎么住 因为在那时候我已经病了七年 八年 八九年的时候 车房的东西都乱了 有什么东西就全部推进车房 车房是很多东西 我儿子说我已经看过了 我会搭一个单人帐篷 就用一张临时的床 放在车房 我就在那里生活 所以我不会把病毒带进来家里 而这个是我的心卷 他真是一年多屈起车房里面 来到熬过了他那个Nursing Program 那张床 我之后进去看过 根本是很单薄 很辛苦的 但是他可以在那里睡足年纪 而夏天的时候 那时候车房是热的 冬天的时候车房是冷的 但是他始终愿意克服这些所有的情况 我在这儿想 我现在才知道我看到我的耳朵 他那个心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知道 原来我的耳朵都是那七千人里面的其中一个 他不愿意因为世界的情况低头 他不愿意因为世界的情况 所以避免了他对神的侍奉的心志 以职业做一个医护人员的职业 来帮助人 帮助人不仅是身体上的问题 而是希望在照顾病人当中 帮助他们属灵的需要 各位朋友 弟兄姊妹 从我两个儿子身上我学到一些东西 只要无论我们在乱世里面 当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情况之下 我们千万不要放下我们应有的崗位 特别是我们信徒应有的崗位 而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我大儿子现在在教会里面 侍奉 而这家教会是支持他读神学 所有的费用是由教会资助 预备他将来全时间侍奉 我的儿子已经经历了他的训练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护士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来我们家人没有受过任何的感染 而这个实在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看到我两个儿子 我两个儿子和儿子 当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们不会跌倒 不需要说大话 不需要发火 不需要躲起来 不需要对神有疑心 不需要鸡飞狗走 但是绝对不会不认住 让我看到 这些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神已经预备了一帮人 我们绝对不会孤君作战 我从我大儿子和儿子身上 一个做传道人的爸爸 应该帮助他熟灵生命成长 但是反过来 我大儿子和儿子帮助我 去改变我熟灵的生命 让我更加想的清晰 让我更加的 懂得如何去继续坚持 我在神面前的崗位 在我们这次预备 我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再一次看回你们 今年度的主题 你们今年度的主题是 门徒人生 Rise in the fear of God 当我预备的讯息的时候 我说 其实这一节的经文 正正是帮我们明白 如何保持一个门徒的人生 什么是Rise in the fear of God 什么为之Rise in the fear of God 换句话说 我们要在神面前 我们不能够向这个世界低头 而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 我们不能够跟随这个世界 而我们要在神面前 不可以乱来 当我们不在神面前 乱来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要在神面前 砸缸 门徒的人生 就是以敬畏神 来到 坚持我们信徒的岗位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每一位 天行圣经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你们就是神已经早早 拣选了 是那七千位里面的其中一位 我都明白 有时 人生不是那么理想 甚至我这位做传道人 做了二十几年的 已经差不多三十 就来三十年的传道人 我都会有我软弱的那边 但是不要紧要 不要害怕 即使我们不是最初的七千位 也好 但是我们能够继续明白 大家继续跟着 占牧师 从他的教导当中 就好像你们的主题一样 门徒的人生 是要Rise in the fear of God 门徒的人生 是要以敬畏神 站稳信徒的岗位的时候 即使我们不是 Original的七千人 我们都可以成为 七千人加一的人 我求主 我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好叫 我们不单止 是神所使用的 是神所拣选的 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好像我大儿子和耳朵那样 去影响其他的人 好叫我们真的 在跟随耶稣当中 好叫我们这一班 在Skywalk Bible Church里面的弟兄姊妹 从祖牧师带领之下 在亲近神的当中 成为神的精兵 继续来到 摆上自己 做神 在乱世当中的圣徒 我们一起抵托基督 天父 愿意你继续恩代 祝福Skywalk Bible Church 愿意继续 你的恩手 来托着 聖牧师 帮助他们 能够在这个事工里面 来继续栽培 栽培更多的精英 继续栽培更多的圣徒 好叫你可以很大声地说 当你看着Skywalk Bible Church的成长 你说这班就是 我七千人当中的其中的人 求主你大大使用 求主你大大祝福 让他们的生命 成为多人的祝福 让他们的生命 继续高举我们救主耶稣基督 祈祷 奉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名字 祈求 阿们 这样一回満 应该學俊 勉灯